以后如果V'数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那也许你就会试试看用match加上index 不过最后我发现 其实好像检视与查询部分 其实复杂的事情真的交给VBA 真的有些事情就变简单了 所以下一个单元会再跟各位讲 什么地方该用VBA 很快就做完了 而且程式反而很简单 其实程式真的不多 第一个就回圈 第二个就逻辑 逻辑就是你要找什么 把你要找的资料 把它抓出来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大致上你程式都写出来了 而且有些部分真的可以套用什么 套用一个范本吧 就像这边也是一样 前后三名 前后三名基本上你可以一样 第一个我们在这边 刚刚的公式我贴上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 开发人员VBA一样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这边找到我们的档案名称在这里 所以记得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不要放错 再来的话把这一段程式码复制一下 宜兰跟苗栗 总人数 因为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因为它蛮多地方都很像 因为也是两个 一个是前三名 一个是后三名 所以其实也可以用偶 名称的话改一下 前后三名公之之和 所以把这边把它贴上 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要第一个范围 范围的话2到10A 一样不用改 第二个的话就是前三名跟后三名 就麻烦了 那我要怎么比对说这个公之 所以Labs可以拿掉 Labs 那这边应该是哪? B缆 对 如果 这我把它拿掉 如果大于 等于 后面如果能够得到第三名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OK了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知道第三名的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的话 特别之后第三名我们刚刚有用Large 那所以几个方法 因为Large这个函数VBA里面 好像找不到刚好可以Match的 所以我们当然第一个 那可是我又需要有Match这个功能 但Excel里面有 那怎么办呢 我干脆直接拿Excel能够做出来的结果 把它搬来这里就好 但是 我要怎么做 如果可以做出来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最简单 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干脆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丢到哪里 这先删掉 Large 先把 F2先放在这里 一个 Large放F2 然后 Small放在 G2 公式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把公式复制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直接丢到F2里面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 签到VBA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写在Range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F2 我就把 刚刚的公式双引号 然后移到中间 把那个公式倒过来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个的结果怎么样 它就会帮我显示在F2 再来的话G 再来就多一行 就是G 再放在G2 再复制一下 用这个来改 这个是G2 这边把它改成Small就可以了 这边把它改成Small就可以了 然后范围一样 G2 所以 这个可以删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如果写完之后 这两行 是先帮我产生前三名 所以F8一下 丢出来 放在哪里 放在F2里面 所以F2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三名的工资 然后这个的话 是倒数第三名的工资 所以我将来要比对的话 大于等于什么 这个就可以把 这边 这个 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就好了 有没有 如果那个储存格 是大于等于 第三名的工资 有没有 不就有了吗 所以 不过这有点取巧 就变成说 我 因为VBA里面没有这个 large函数 那我就先怎么样 先产生我要的结果 那我再把它拿来用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 就是一样复制一下 把它贴 再贴一下 或者是 小于等于 倒数第三 就是放在哪里 G2 有没有 这样子就是 大于等于第三的 或者小于等于 倒数第三的 那就是帮我怎么样 累加起来 那累加的话 就是一样 把它同一个储存格 都放在这个 sum A里面 最后的话 run完之后 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再丢到哪里 丢到第一 一样 所以基本上程式不用改 OK 所以我们把它run 基本上把这个删掉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run一下 执行 有没有 206500 一模一样 结果就丢出来了 那只是说 他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样子 就会让人家知道说 你这边有做了两个吗 怎么办 没关系 如果你担心说 别人知道说你是用这一招的话 那没关系 你最后怎么样 可以再把这两 这两个怎么样 这资料怎么样 再把它删掉不就好了 有没有 有点像 这两个是暂时的 OK 懂我的意思吧 就跑到这个 有没有 跑完了 OK 虽然它刚开始有出现一下 但是 它马上就不见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VBA里面没有这个Large 也没有这个Small 那我们可以先丢出去 让它跑出这个结果 那我拿来用 用完之后再把它删掉不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 这个 算是 什么 懒方法吧 其实主要 就是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VBA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我要取用 Excel里面 它这个功能来用 好处就是 应该也很好理解 也不需要特别改什么地方 只是说 你可能开头的地方 又丢公式 结束的地方 再把它删掉就好 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会闪一下 但如果你 不想让它闪一下 很简单 你就不要放在F2 G2 你可以放在最右边 你看它放在什么 Y2 X2 这个很右边的 没有人会去 特别还管到那个地方 对不对 你就放一个地方 远远的 没有人知道 这是不是也是好方法 不过 这个方法是后来想出来 那但是比较算是 什么正规的方法 本来是方法二比较正规 但那个正规的方法通常 会比较冗长 而且程式比较长 所以我们第二个 再来看方法二 方法一的话 我以为我在原端上面的第几页 第四页这边有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是前面的 那这个是把它删掉 那方法二的话是直接什么 直接调用Excel里面的Lodge 跟Small方法 但是你会发现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还蛮高的 因为你要写这么长一串 我其实以前我都用这一招 只是说我后来发现这太长了一串 很多同学光看了就想要投降了 所以我才想到上面那个方法 但是下面方法比较正规 OK 也就是说方法二是 如果未来你要直接去调用Excel里面的函数 给VBA使用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法 OK 这个方法 那些东西还不见得查得到 有些东西说真的 有时候翻一翻 该有东西好像也都找不到 所以有时候是自己的一个使用心得吧 那大部分同学会问说我怎么知道 其实我跟各位讲大部分都是我试出来的 OK 因为很多东西我为什么知道 我大部分也不太会相信官方的说法 反正他参考是一回事 但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做完之后 到底有没有得到你要的结果 才是最后最重要的 OK所以我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实证主义者 所以我管他在上面怎么写 我做出来 我用我自己看到眼睛看到 然后我做出结果 我弄出我要的 那就是我要的东西 我会比较 而且比较踏实 我觉得这东西我就完全可以掌握了 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说用别人讲过的东西 然后硬充数 那感觉就很不踏实 因为那东西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 我虽然有做出结果 但是为什么这样 我会觉得好像中间隔了很多东西 我会觉得说那不完全是我的东西 而且以后如果bug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你们要真的完完全全了解 这样子的话 你以后写程式就会非常的踏实 只是说很辛苦是真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状况完之后 就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 OK 所以欢迎如果你们有问题 当然都可以提出来 没关系 即便你会觉得 会觉得不是很聪明的 也是问题 OK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也不知道 像有些之前我跟各位讲过那些问题 都是有人问过 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以为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原来你们其实都不知道 OK 像那个最好像是累加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很自然啊 好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可是 可是对有些同意来说 就是无法理解 他说老师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等于一定要 所以我就要一直在跟他解释 其实你就是因为被框框框住了 你请你把你以前数学那一套先丢掉吧 他的意思 那个等于不是你以前认知那个等于 就这样就对了 他说原来不完开了 所以直接调用Excel的Large跟Small的话 就不用刚刚这两个了 所以这个我把这个注解掉 因为注解 注解的话你可以按右键再编辑 他可以把这两行注解掉 自动加两个单以后 当然你可以自己手动 就是说你要打好几个 有时候很多行你就可以一选取 直接就注解 移除的话就再移除掉就可以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地方就不要调用了 可是问题是我要直接写的话 特别注意 如何直接调用 那个什么 Excel的Large的函数 第一个一定要打一个Application 所以这边的话你要打Application 其实是VBA A就是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程式 点 点之后的话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Excel 这个指的Excel Excel里面的什么呢? 请你帮我把所有的 叫Worksheet Function 就工作表的 Function指的函数 意思说帮我把所有的函数 帮我列出来 Excel里面的所有函数 点一下 你会发现 从A到Z这边都有了 其中的话 会有一个叫Large的 打一个L 你会把Large出来 然后刮弧 Large的话必须要给它 两个参数 一个是范围 一个是第几大 对不对 特别注意 因为你现在不是在Excel里面 我们刚刚Excel里面的话 是要用这样 等于Large 然后这个是一个范围 对不对 这个范围 B2 B10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VBA里面 你就要把这个写成Range 也就是说你要写的话 这边就要把它改成用Range 范围的意思Range 哪个范围呢? 就是B2到B10这个范围 OK 这个就是 你以前写这样子 你就要把它改写成Range 豆点 第几大? 第三大? 后瓜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这样子写 是比较正规的写法 可是 好处是程式比较少 因为上面下面不用了 但是缺点的话 你可能要记那么长一串 Application.work function.large 然后以后取用范围的话 记得要把 原来的什么呢? 上面的这种写法 B2到B10 要把它改写成用Range 后面这个数字一样是3 OK 那可以懂的意思 然后呢 或者是 在后面其实就是small 所以small的话也差不多 所以或者 我看干脆这边加个底线 偶尔空白后面加个底线 Enter 再按个tap 主要是说 因为太长了 所以我就让它直接在那边换 换好记得 空白加底线 在空白后面加个底线才可以Enter 然后这边的话就G4 G4的话其实可以拿这一串 Application.work function 复制 因为它其实差别只是说把这边 Large改small 所以复制之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原来Range G2的位置 然后把Large改成small OK OK 好 这样子也就大公告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只是我会觉得方法二是难度比较高 可是比较专业一点 如果写这样的话感觉好像专业 不然上面这个好像感觉真的有点取巧 只是说我跟各位讲 反正不管怎么写,写得出来你就算厉害了 因为你们现在这阶段如果可以写出来 不管哪一种都已经很厉害了 OK 未来当然你就慢慢要往上提升 就跟爬山一样 总不可能一下登顶 你不要一下挑战玉山、圣武峰 不可能慢慢来 OK 这样的话最后的话我们把它Range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这样就 来执行一下 一模一样 其实差别只有在哪里 把刚刚用公式丢到储存格的这个动作 改成application.den worksheet function.denlarge ok 然后这一串 其实也不用背 可能至少要背第一个头 application.den 后面我都记w wo它就自动会带出来 再点就有large 用选的就可以 请各位也许试一下 这个部分 云端上其实都有的参考 我把它放在第五页的地方 前后上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直接如果你要调用 exale里面的函数 像large跟small 就可以用同样 以后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 没错 也就是不是只有large跟small 可以这样用 全部的 exale的函数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在VBA里面被使用 所以以前 VBA里面这100多个函数太少了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今天你懂得用application.org 去function 你就可以 把exale里面250几个函数 直接全部拿到exale来被使用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相对的 因为它这程式相对冗长 我有时候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我的习惯 程式当然越短越好 所以 刚刚第一个方法 也不思为一个好的方法 反正就丢公式 弄出来 结果我再把它拿来用 也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这些方法都可以把它试着用中看 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着把它完成